您在台湾夏天的时候也会光着膀子出去吗 出去是没有光膀子的 我在家里我都是光膀子 我小孩子都接管不惯 有没有路人或者是外人 看到你的身上这些纹身 会感觉到很好奇的 一开始有了 以后他们就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事情 像五几年一时候他们知道 你这个是从朝鲜来的 您这身上都是刻了些什么 它就是在晴天白日期之下 用万千斤 一个命令下来大家都要刻 你不刻就不信 然后就有几个人专门给你 把这个字写那毛笔子写上 写上以后有三个针 把它用那个鞋搬起来 搬起来的话就 长刀膜 吃吃吃吃吃 长一下吃吃吃吃 我这个吃了好几个钟头了 您现在身上这个纹身 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印记了 对啊 你知道吗 平起来是吗 看看 会不会有 inform XY machine 在这里 公文的时候 走 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俘问题成为了停战谈判争论最为激烈 也是拖延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 停战谈判开始之后 国民党六三支部派遣了70多名特务进入的战俘营 而且建立了一个系统完备的组织 各级俘虏官军士尤其成员担任 开始诱导甚至是残杀 坚持回国的志愿金战俘 迫使尽可能多的战俘选择去往台湾 一场血雨腥风 开始在了这样一个异国之地 1951年4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根据战俘自由遣返原则 下达了对战俘进行甄别的命令 对去台湾或大陆的战俘进行登记 苏德福利院以后就开始中国人逛 那就是俘虏逛俘虏 到这个俘虏里边也很恐怖 如果你要他疯的 你要说你是个回大陆 就没有名了 1951年8月 国民党反共头目 开始强迫战俘在誓死不回大陆的 请愿书上签名 并在身体上刺客 反共抗讹等字样 对不愿签名克制 仍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 开始进行毒打 甚至残杀 近7286连队 一夜就杀害志愿军战俘99人 重伤340多人 有很多人在身上赤字 那根据很多人的描述 他们都是被强迫辞职的 因为你如果不强迫辞职的话 他就不能信任你 所以有些时候 比如他们里面也都会开一些 什么政治会议 小组会议 你的言论比较 比较有点倾向共产党的话 可能有真的 可能就在战俘里面 就被人家干掉了 就没办法活着离开了 这个都是事实 1951年10月 张泽石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 在战俘营中秘密成立了 地下党组织 弟兄会 号召志愿军难友 誓死返回大陆 1952年4月6日 张泽石等人 一起用美军的羽衣 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用我们那些衣服啊 毯子啊 去换的那个红药水 染成了红色的 然后按照我们自己的记忆 缴了五个黄的五角星 这是我们第一次 自己制作自己 祖国的这个国旗 每个人都上去 就风一阵 外面是敌人的港哨 我们里面是昏黄的灯光 是大家的这个 留着眼睛在那 唱自己的国歌 会留着眼睛上去 封这个自己的国旗 封完了以后 把这个旗子拿下来听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听 觉得那是祖国母亲的脸啊 第二天天还没亮 数百名志愿军战俘 一起将他们亲手制作的 这面国旗 在战俘营前的广场上 升了起来 此时 港楼上执勤的韩美军人 发现了状况 开始大喊 并命令他们把旗子降下来 现场气氛骤然紧张 在志愿军战俘们 拒绝降旗后 战俘营广场瞬间枪声大作 65人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在这场被称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斗争中 数百人因此遇难 永远埋骨在了异国他乡 为了悼念这些死去的难友 张泽石曾为他们写下了一首晚歌 那天我写了这首晚歌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玄学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那这样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玄学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 坚持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板门店过境返回了大陆 我们日夜夜一千个日夜盼望的祖国怀抱 就在我眼前 所以他想 一看到那个角落 没完没了得哭 哎呀我真是 所以刚刚一提问大家人就往下跳 所以我说那块土地 板门店祖国怀抱下面那块土地 不知道流了多少中国人的眼泪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万四千多名志愿军战俘 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 分成两百多辆美军卡车离开战俘营 由韩国仁川港搭乘16艘美军军舰 驶向了台湾基隆 为了迎接这一刻 国民党动员了许多群众家道欢迎 并将志愿军战俘到台的这一天 定为了自由日 组成各种欢迎的队伍 到基隆去迎接他们 放鞭炮 最后用车子到台北来游街游行 都有非常盛大的欢迎 那主要原因就是要做一个国际宣传 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际 重要的国际新闻 而且他们是用美国的军舰 从韩国载回来 所以他当然要盛大的欢迎 然后用这个向对岸做宣传 说你看你到台湾来 你就接受英雄式的欢呼 海峡两岸这些从战场归来 有着各自不同正确选择的 年轻战士们 成了两岸都备受欢迎的人群 然而当鲜花和掌声散去 一个个不曾预想的现实 也整悄悄地靠近了他们 六千六百七十三名志愿军 被俘归归来人员回国后 被集中到辽宁省昌土县 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 张泽士说 刚到归管处的日子 仍然是令人激动的 首长接见 慰问团演出 颁发纪念章 学生献话 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 这一切却都消失了 归管处开始要求 被俘归来人员 控诉交代他们的情况 经过一年反复控诉揭发 连以下被俘归来人员 两千九百多名共产党员 百分之九十被开除党籍 四百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 一律复原回乡 1954年2月 拿着开除党籍 保留军籍的材料 张泽士带着一本 并不光彩的转业证书 回到了故乡 回家像是就不一样了 或者要到重庆 要见到我的母亲 见到我的妹妹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越到那越害怕 越到那越 我觉得我怎么交代 怎么跟他们讲 结果我看到火车停下来了 我妈妈被我妹妹拿着 圆着这个每个车厢找我 我就喊了 妈妈 老三在这儿了 妈妈 我喊 下去下去 一下抱着说 我的老三回来了 那我的老三没有死 我的老三死不了 就在归国的6673名 志愿军战俘 开始各自返乡的同时 去台的14000多人 也没有等来他们期盼中的自由 所有去台志愿军战俘 经过逐个审查 全部被编入到了 国民党基层军队 变成了一名国民党士兵 那其实蒋介石他有一个习惯 包括国民党的将领都是一样 你实际上是曾经被中共俘虏过的 大概就没有什么机会 有比较高的升迁 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些 从韩国回来的人 到最后其实他差不多 大概在军中发展的 大概十年二十年就退下来 因为他没有升迁的机会 没有升迁的机会 因为主要是 蒋介石对他们还是不信任 上世纪50到70年代 大陆和台湾分别进入到 高压政治时期 在大陆 1966年文革爆发 志愿军战俘被俘的经历 成了一段无法掩盖的历史罪行 大批回国的志愿军战俘 纷纷被揪了出来 张泽石就在其中 这个高毛子戴上 这个 全身很啊 打 打 打翻了张泽石 打上一只脚 有时不得翻身 这一脚长下去 我一下爬下去了 这个手指头啊 就是像断了一样的 那个头发上面抓着 我一下又吐了一地 恶心啊 我曾经想过怎么样去使得最好 使得比较漂亮点 不要去出电 不要去在汽车车轮子下面压到 血绕模糊 真是想着不想活了 想完了想去突然就不觉得不对 我说你没有权利写死 你已经有了孩子 你要把他们抚养成人 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死的权利都没有 就在大陆战俘屡遭批斗的同时 海峡对岸 台湾也正处于戒严的白色恐怖之下 随着反攻大陆的口号不再被提及 对岸的那个家 对于身在台湾的老兵们来说 也已经越来越远 我相信有的可能就是因为 政治情分成分不佳被淘汰掉 因为政治情分成分不佳的话 也许有的就可能就移送划办 这可能就是军阀审判 然后就可能就直接就处决掉 因为当时也没有遣送他们回大陆去 所以如果说他们有安全的顾虑 有的当然就是可能就坐牢 那更严重的可能就直接就枪决的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2014年4月 我们前往台湾寻访这些当年赴台的 志愿军老兵 在基隆市一所社会大学 老旧的民工宿舍里 我们见到了老兵程福喜 程福喜山西人 在朝鲜战争中被俘 而后身上被克制来到了台湾 这什么也是挂的 这是用户将军军 这个是原来是有刺青的 刺青的把它挂掉 去韩战的时候到韩国美国去 就把它挂掉了 就把它挂掉 这个当时是怎么给你挂的 用什么挂啊 用那个好像那个腿的 电动刀啊 就像家里发的那种 他说电动刀啊 比那个大 这是 这是 这是用户 这是杀猪 杀猫猫啊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当年被俘后 程福喜曾作为美军的特工 多次前回朝鲜战场 收集情报 朝鲜战争结束后 在国民党军中 他又服役了多年 退伍后 他和妻子在台北 靠经营一家服装小店 维持简单的生活 然而由于曾是 志愿军战俘的特殊经历 他的生活始终受到当局的 特别监管 费电自首 一枫不够 就贴在我这个买衣服的庚钱 那就是 那就是 跟你叫我看来 他看来你装钱嘛 你家里有了钱 可能买清报嘛 他因为你是费电嘛 我回家来的时候 我先往山上 我说你说不值得生意 孩子这么多 孩子只有要饿死 我就把那个岛子 摸也摸也 总比好玩 给他平了第二天 不活的了 我当病的人还怕死吗 为了生存下去 程福西想到以死相搏 然而他的计划还没行动 消息就被泄露了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泄露消息的不是别人 竟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 他自己的妻子 我从大陆来到台湾 唯一的亲人就是老婆 唯一的亲人就是老婆 老婆的地露事情 人还为人家 还丈夫 你是相信不相信 我想的时候 我说那个时候 我就想 有他打的 他打的 他哭得 我不听人家的话 也不信 我一例一样 出卖你 我也信不干 我说为什么你不听的话 不信 人家把我通知出来 人家说的时候 如果是 他是废电 你不包 他是十等罪 你是二十等罪 假罪 你包皮废电 对于妻子的出卖 陈福喜既愤怒 但又深感理解 此后他和妻子 放弃了做服装的生意 来到基隆乡下的 一所社会大学 靠给师生烧开水 做便当 勉强度日 我来的时候 这个待遇很长 一个月才150块 一天五块钱 一天五块钱 我老婆还要 还要生两块钱 一天三块钱 三块钱 一块钱这么大的 空心菜 然后就是 做一大锅的话 就吃完了 我们这个 十几年了 没有讲过肉 没吃过肉啊 在这个小小的角落 陈福喜终于找到了 一处安身之所 他这一干 就是几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两岸政治气氛 开始逐步缓解 1987年 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戒严令 最终被解除 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 也至此彻底开放 据资料记载 经开放当年就有五十多万人 回到了大陆探亲朋友 1989年 56岁的陈福喜 也终于在离家三十八年之后 踏上了回乡之路 我这个四十多年来 不同应性 他们都由我死来 我回去的时候 他们都说 他说你不要来 骗我们下线的人 那个陈福喜时候 早上时间就死了 没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家里面都可以 领回到那个死守来了 你要骗我们 那个陈福喜 你不说实话 我们从而不是那么好骗 打你 拿工的 说 我说很好 我说来 你 我说 我说你不信我呀 你们说 出十道题 家里是我打不出来 你就打 打我 把我打的 跳出这个村 赢了 小小离家老大回 再次返乡 已是物是人非 当年十八岁的陈福喜 随步踏上朝鲜战场 他不曾想过 自己竟没能随步归来 而在隔海相望的台湾 度过了大半人生 再次回到家乡 已近四十年 来到父母的坟前祭拜 五十六岁的陈福喜 不禁泪流满面 我姐姐们都 在父母上哭啊 说我姐姐们呀 爸爸妈妈 你最爱的是孩子 夫妻回来了呀 娘啊 我姐姐们说 都哭啊 爸爸妈妈呀 你看 你最期望的夫妻呀 孩子回来了呀 你要高兴啊 都是这样子 哭啊 大人哭啊 所以说 第一次 我一样的也是 也没办法控制 也哭 省藏在那个地方 不能忘掉啊 是啊 省藏在那儿都不能忘掉了 就到什么时候 都不能忘掉老家呀 是不是啊 虽然是这个 人在这个外边 但是心还在家 心还在家 1976年 文革结束 1980年9月 中共中央批准了 总政治部 关于志愿军 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 复查处理意见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复查 平反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6000多名 归来的志愿军战俘 1982年 张泽石 获得平反 然而他的很多 志愿军难友 却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李正文回来以后 精神太 刺激受得太深了 那么那次他正好出去 喝茶在茶馆 回来 他们武装部的来通知他 明天去武装部去一趟 去一趟是拿什么呢 是拿那个平反通知书 但是没有说在后面那句话 啊 还要让我去啊 他就想完了 这会肯定是 这一关过不去了 完了 完了 上大师了 山西的一个战友 让他去恢复党籍 他说我不要党籍了 我现在一个月这么一点 7块钱的这个服务员费 我连我自己都养不活 我还要交党费啊 就不去了 他跟我学习说 这是我 我对不起啊 你做了那么多努力 要恢复我们党 就说我不要了 当年当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 在异国的海岛上 做出他们最终去向的选择的时候 他们恐怕不曾想到 此后的数十年当中 他们的人生 都会和那段特殊的经历 再也无法分隔开来 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其实这一生 也始终在没能走出那场战争 1994年历经命运臣服的张泽石 把一生的经历编撰成书 并且命名为《我的朝鲜战争》 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 张泽石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 因为撰写了这本书 而欣慰的和尚也 许许多多跟我同生共患难的战友 他们或者在战场上壮烈献身 或者在战俘营斗争当中英勇牺牲 更多的则是在归国的艰难岁月当中 过早的去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